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声明 批评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家举办活动 肆意抹黑香港的新闻自由等权利 并且强调在香港传媒只要不违法 就可以行使新闻自由 香港特区政府发布声明批评英国等国家 通过举办所谓香港媒体自由活动 肆意就香港保障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的情况 大放厥词和污蔑抹黑 并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特区政府发言人批评这些国家 一再妄议香港人权状况 做出罔顾事实颠倒是非的政治炒作 妄图干预香港依法施政 破坏香港法治和社会繁荣稳定 其卑劣政治伎俩早已昭然若揭 注定以失败告终 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有关国家认清事实 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发言人强调 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传媒环境蓬勃依然 一如既往 传媒可以依法行使新闻自由 只要不违法 传媒评论和批评特区政府施政的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 凤凰卫视王宇婷 香港报道